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杜华说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家可以帮忙点赞 订阅还按小铃铛哦 这一条视频呢 是世界杯以后 英超开战的 因为12月6号有 12月26号有7场的英超比赛 然后在这个开战之前的一条 比较重要的视频 这条视频主要是跟大家分析 我们作为如果是说新玩家的话 因为很多朋友都是新玩家 他是应该怎样去 控制这个下注的手法 因为我的频道呢 推荐的是一个理性 就是持长久的投资的方式 就是你不能够说你 特别大的赌性 你把你的钱都下注到 某一场赛事当中 然后你如果是输了比赛的话呢 后果就比较严重 甚至是说你是负担不起 这样的代价的 所以我们的频道是 均衡的一种玩法 但是我 一般都是以娱乐为主 然后呢就是借大家买小金额 几十一百是最好的好不好 参与一下体育的一些 博博弈好不好 博彩博弈 然后呢 这条影片是关于12月26号 在印钞七场比赛当中呢 就是一个总结 应该怎么买 我在上一条视频的结尾那里有 有讲了一下就是 一个三合一的玩法 但是我在这里呢跟大家补充完整 就是 因为印钞的圣诞大战呢 很多人都看好它是开大比分的 很多人都看好开大比分 他有他的背景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球员呢 他是处于一个转会的这个 呃 呃 时期 另一个就是 因为圣诞节之后呢 得到了一定的修整 然后也要表现自己 然后体现自己的价值 另一个就是球队呢进入到了 啊 英超赛事的白热化阶段 所以所有的球员都需要 表现自己 所以很很大机会 就是在攻击上会 呃 比较强烈一点点 所以呢 就 可能因为这个因素啊 会产生开大球 啊 所以呢 我的上合一打法 其中第一点就是 七场比赛全部满大球 第二个就是 七场比赛全部满下半场进球 然后呢 再下一个就是 七场比赛全部满双方都有进球 那么 我希望大家做到的就是说 你如果是有参考我这个网法的话 你的 你的投资的这个金额一定要一样 要不然的话你没办法去 判定就是说我这个方法他 有没有作用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 100块钱 你投三 三个 三个就是300块钱了 300块钱乘以7呢就是2100块钱 对吧 你可以参考一下 或者说你每一注50块钱的话呢 就是 1550块钱 那么你 去参考一下我的这这种网法 甚至更小的一些一些金额 我都我都特别的 啊 觉得开心 但是你 王大的话呢 其实我 啊 有一点 就是说 觉得赌性有点大 赌球还是 建议大家 以娱乐为主 但是你个人想要 王大的话呢 你这个就自己去决定 但是我这套王法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七场比赛的总下来 有输有赢 但是你总的下来全部呢 是很大的机会 啊 是走向赢的 可能赢的不多 也有可能赢的很多 但是我觉得有有机会 小赢或者大赢 但是呢 应该不会输了 好不好 这是我的推荐一个 王法 就三合一的王法 只针对 20 12月26号的 这一天的印钞 好不好 谢谢大家